嘿,來喔 來來來,今天撥了個空呢 帶他們出來 來,快點 去吧 好熱 然後我剛想說為什麼這個 果園裡面那麼多多多的球 結果這是芭樂 超像的 今天呢 我房子在燕屋 所以變成說 沒有時間,我趕快中間燕屋的過程 先帶他們出來 散步一下,順便讓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三寶的樣子 那等一下呢,這邊結束呢,又馬不停蹄的 把三寶先載回店裡,我要趕到 我的新房子那天呢,繼續 看他們燕屋的過程 大概是這樣,哇,滿地都是球 顏色超像 多多,啊,狗應該色盲,我不知道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綠色啦 多多,你後面有很多球呢 這個就是六個的芭樂 好熱喔 然後滿喘的 那我其實滿興奮的 因為那個新房子呢 現在交屋在即 就是呢,我第一次買房子啦 其實我也沒什麼經驗 所以變成說 買房子完以後呢,又請專業的燕屋 燕屋的話,我們四樓透天 整個燕下來大概一萬八 左右 然後,是網友推薦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在 我有在IG上有詢問說 有沒有人有推薦的燕屋公司啊 就有一些很多網友呢 會丟很多資訊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去問問 覺得這一間OK,也在台南也滿近的 所以就跟他們約今天燕屋這樣 那很期待啦,因為這個部分呢 房屋驗好以後 建商再做最後的整理 整理完 確定他所有的貼的那個貼紙啊 有問題的部分呢 都改善完了 我們就正式交屋 交屋啊呢 我們就可以 房子就可以直接 直接 進裝潢了 好,那我們算了一下啦 其實今年聖誕節 應該是不會好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 公班啊 真的那種就是 設計公司的公班啊 還有現在很多呢 其實都 檔期都滿滿的 所以我們是抓 今年農曆過年 反正都已經等了一年多了 也不差這幾個月 所以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很期待 到時候新房子好呢 會帶三寶呢 去逛一下 但是呢 有很多樓梯啊 因為我們是透天喔 一樓到四樓 所以變成呢 呃 九九 我不會讓他上樓 除非是抱他上去 但是基本上我就會讓他們 在一樓的攝影棚 在那邊吹冷氣 在那邊爛 躺著爽 反正九九就這樣子吧 隨遇而安 呵呵 這樣就好了 來 求求給我 快點啊 咬過來快點 你要玩球就咬過來給我 把你的體力好一好 哥哥等一下要去那個 要回去我們那個 新房子的現場喔 就是 呃 看人家燕屋 趕快燕一燕 啊我老婆現在在那邊 多多啊早晚餒 差點跌倒 就是大概就這樣 就是我們今天的行程 啊好熱 真的呢 現在十月初了齁 還是那麼熱呢 我們那個 熱到呢 我剛剛 因為新房子喔 我們現在冷氣都還沒裝 所以在燕屋的過程呢 窗戶打開只能通風而已 欸好險 我們房子的通風系統還不錯 只是說就是沒有冷氣呢 還是很熱啦 大概是這樣 啊多多 你不玩球了齁 不玩球 其實我今天呢 可能也不會待太久 就是這個直播不會很久 就是讓他們出來跑一跑啊 然後呢 來樹下乘量一下 享受一下呢 今天出來 因為我媽下午也有帶他們出來 跑一跑了 所以 還好 就是讓你們看一下今天的狀況 啊大大剃完毛以後呢 最近我媽給他們吃雞胸啊 所以 好像有瘦一點 瘦0.5公斤的 不錯繼續保持 九九好像也有瘦 啊多多呢 20公斤的 他們不斷的在長大 但是多多的20公斤 是因為他的肌肉 肌肉比脂肪還重 多多一直在運動呢 他全身都肌肉 這兩隻都肥肉 肥肉呢 還沒有肌肉來的重 對不對 好了 要不要玩呢 不要玩我們走囉 來 好啦好啦 再一下就好了 去 去 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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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吹冷氣 回家吹冷氣 好啦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了 拍謝了 有點短暫啊 但是呢 有一些事情要嗎 這個是一件 我人生的其中一件大事 非常感謝你們的關 關注跟那個期待 到時候呢 新房子呢 我會做一系列的一些 一些紀錄 然後也會放在網路上跟各位分享 如果未來你們有機會買房子 或者是想買房子的朋友呢 也可以跟你們做一點參考 雖然說我分享的都是一些沒有什麼用的內容啦 不過呢 分享是一種喜悅啦 希望呢 大家有在看影片的朋友呢 也可以有一天呢 也可以買到屬於你們自己的房子 我覺得很棒 那我回家我會把那個 下午燕屋的影片呢 放在我上八條俱樂部的 那個YouTube頻道上 到時候呢 如果你們有興趣 有空 可以到我上八條俱樂部的頻道看一下 好啦 那我們要走囉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掰掰